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一直是世界难题 而最新研制成功的无人机灭火系统有望解决高层建筑救火问题 那么高层建筑消防救援究竟有哪些困难 什么是无人机灭火系统 它是如何开展高层建筑消防救援工作的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读加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带您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高层建筑因体量庞大 功能复杂 人口密集 危险源多等特点 火灾风险高 人员疏散困难 目前城市高层建筑越来越多 火灾防控面临严峻挑战 而消防无人机具有机动性高 操作便捷 反应迅速等特点 能够快速抵达火场 协同消防救援力量 开展侦察 监控等作业 甚至可以有效压制和铺救初期火灾 近年来在部分高层建筑火灾应急救援行动中 开始展露头角 从无人机火情侦测系统方案图中可以看出 通过给无人机搭建多种不同的模块 可以高效采集现场气体 温度 方向 图像等信息 全面显示灾情 快速提供相应的信息 辅助灭火和应急救援工作开展 无人机信息采集主要作用有两点 分别为火场侦察和森林防火检测 通过高清摄像 红外热像仪 气体分析仪 完成火灾现场的信息采集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 利用高清摄像仪可以实现远程可视化指挥 红外热像仪可以实现温度测量 气体分析仪则用来分析火灾中有毒有害气体 综合多方面信息 利用无人机中的3D建模系统 实现消安防重点的三维精准建模 为指挥工作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 最大限度发挥消防无人机的信息收集作用 除此之外 无人机在森林防火检测上 具有着一定的作用 利用无人机巡防 监测森林的实际情况 弥补技术缺失 简单总结下来 无人机灭火主要有以下五大优势 一 辅助救援中主要利用的无人机承载能力 通过无人机携带应急救援设备 如携带救援物资并完成抛头 携带扬声器 探照灯 通信中继器等辅助消防灭火救援设备 二 无人机可以携带一定重量的应急救援装置 包括呼吸面罩 救生锁 救生衣 救生圈 食品 药品等救援物资 提高被困人员的生存能力 让其可以支撑到救援人员到来 尤其是在山区消防灭火救援中 现有的抛头设备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不仅抛头精度无法保证 实际效率也相对较低 但是利用无人机可以将一些关键设备精准运送到指定位置 也能配合一线消防人员搭建救援通道 缩短救援时间 三 利用无人机的扬声器可以实现紧急广播 实现远距离定向广播功能 及时完成疏散 减少恐慌 比消防人员先一步到达灾难现场 尽快组织被困人员有秩序地进行疏散 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现阶段无人机应用广播功能可以实现600米以内 实现声音传递 如果配合稳定云台 可以实现0度到180度的广播方向 四 利用消防无人机上的探照灯 不仅能为消防人员提供现场照明 也能够提高照明的清晰度 在一些光照条件有限的环境中 或者夜间消防救援工作中应用 是确保救援工作稳定开展的关键 五 当通信受到火灾阻碍时 无人机本身配备的通信中继模块 可以作为中级平台 保证通信线路的正常应用 避免极端环境造成的干扰 了解完了它的优势 那么面对高楼大火 消防无人机是如何操作灭火的 又有哪些黑科技 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消防云梯车 虽然举高能够达到101米 但对作业场地要求较高 装备展开时间较长 机动性灵活性不足 消防无人机能弥补云梯车的不足 高层建筑火灾铺救是一个世界难题 尤其对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火灾 消防员只能依靠云梯 或者乘坐电梯到达着火楼层 深入大头内部展开铺救 对于从室外空间进行铺救 则一直缺乏有效手段 而使用消防无人机灭火救援 综合装备最突出的优势在于 实现了无人机飞行平台 承载运输车辆 灭火救援模块一体化集成 以及灭火手段和应急救援手段模块化 可快速有效铺救高层住宅楼室内火灾 控制高层及超高层建筑 临窗室内火灾 遏制窗口和外墙火势蔓延 数字应作为少数拥有独立开发无人机 飞行控制系统技术的 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研发的SK-XF07消防救援无人机 适用于城市高层建筑或特定区域范围内的灭火 整个系统由无人机发射器灭火弹组成 可一次性搭载4枚灭火弹 发射器由专用支架固定悬挂于无人机腹部 由无人机控制人员控制瞄准与发射 如今这款SK-XF07更是重装升级 新升级的SK-XF07 Pro采用快拆模块化设计 将五大功能集合预深 可根据消防现场实际情况做出快速反应 及时更换最有效率的消防组件 该五大套组分别为 1.四连装式破窗粉末灭火弹套组 该套组配备铝合金灭火弹体 自带破窗功能 20米内可穿透10毫米厚钢化玻璃 一次可携带4枚灭火弹 单发灭火能力达9立方米 并且做到全覆盖 可沿楼面垂直升空不受场地限制 最大射程40米 并且搭配专用夜市仪苗具 连接地面站灭火精准到位 2.压缩罐式灭火粉末喷枪套组 该套组携带干粉灭火剂除压罐 最大容积10升 最远射程5至10米 沿楼面垂直升空不受场地限制 同样搭配专用夜市仪苗具连接地面站 灭火精准到位 3.接地式消防灭火喷枪 该套组携带高压水枪 连接地面水袋 最大射程基于水压 飞行动力和配置和前两款一样 4.抛头式灭火粉末弹套组 该套组携带专用灭火弹抛头装置 单发灭火能力达到9立方米 用于高空垂直抛头 定位火源中心点精准灭火 5.救灾物资应急投放套组 该套组载荷重量可达20公斤 大载重高效率 紧急救援情况下 可抛头防火衣防火毯等专业防护设备 降低救援难度 搭配专用光电吊舱连接地面端 实时监测火灾现场 与传统的消防装备相比 数字鹰SK-XF07 PRO 消防救援无人机 既可以执行高危险性和超越人类 生理限制的任务 减少人员伤亡 同时又不需要装备生命保障系统 执行任务的成本更低 且监测精准度高 除了无人机 接下来小编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位 消防无人界的重量级人物 在北京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一台耐千度高温的消防机器人 引人关注 据悉这款消防机器人 由力生高科公司打造 红红的装甲外壳 扎实的履带底盘 耐高温消防机器人 重约800公斤 如同一辆小坦克 其携带的消防水泡 可喷射水和泡沫 最大射程达85米 简单来说 它能起到水龙头的作用 在耐高温水管的支持下 进入火场中心 零距离灭火 耐高温消防机器人 最大特点和亮点是耐高温 在不借助外部辅助降温的情况下 能够在1000摄氏度的环境中 稳定工作30分钟以上 这就有效解决了 消防力量无法进入火场 高温核心区域的痛点 如何在烈焰升腾中安全逆行 工作人员介绍 耐高温消防机器人的技术创新点在于 复合可体能够有效抑制外部热辐射 热传导 极层内热辐射 运动底盘也解决了极限温差环境下 传动系统的工作稳定性 机器人的眼睛 及耐高温摄像头 也设计了抗热震镜头组件 支持镜头在极端温度条件下长期工作 光学镜片组带动滤波 可减少高温辐射源 对传感器的直接辐射 保证成像质量 此外机器人还需要与外部保持信号畅通 其天线可保障在高温环境下通行稳定 这些耐高温设计可让机器人深入火场中心进行图像采集 并实时回传 正是有了这些硬核防护 消防机器人才可以突破以往消防设备的作战区域限制 不仅能在火场外围常温区域作业 还能进入火场核心高温危险区域 具有全范围能攻善守的作战能力 展台工作人员说 机器人可进行火场高温区域的火情侦查 灭火降温 扩展救援人员的作战能力 保障消防战事人身安全 让生命不再冒险 最后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张机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